哈喽大家好我是洪耀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今天我们要用商业视角来分析 中国这个不再用清零政策 结果造成很多的中国人 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去世 没错 这一则国际新闻 听说死了一百万人是吗 数百万人 数百万 即将会死了 那个报道是说 中国现在其实已经算是 当然没有很明面的说 他们停止清零了 但是你会看到很多的那些照片 自从上一次这个 他们中国人民 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 不断的这个封城之后 就有所谓的白纸的抗议 对白纸的抗议 然后中国政府 当然他没有明面的说 我们就就此停止清零 但是其实在这个管控的方面 放宽了很多 就不再像是过去这样 可能你几个月 你都只能够待在你的家里头 然后每天要做核酸 现在算是开放了 当然开放之后 就衍生了另一个 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结局 当然我觉得封城 他也有他的问题 就是经济上很糟糕 而且有很多人 其实他不是死于新冠病毒 他可能是没有药 糖尿病 有一些病 结果不能出门 然后很麻烦 结果就去世 所以其实都是 有点像是我们当初 在决定要不要继续封城 还是说要继续MCO的考量 就是你要么是饿死 要么就是病死 但是在中国就 所谓的开始出现 所谓病死的状况 那Kelvin 你觉得呢 你会觉得中国开放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吗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去看 我本身不赞成 他在这个阶段开放 为什么 因为首先 我们先要聊 为什么 整个新冠疫情发展到今天 就大家都已经解封了 然后也没有 其实很多国家 像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疫情 也没有什么太当一回事了 就中就中了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中国还会这么严重 其实本质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 他们自己研发的这个疫苗 不够给力 于是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抵抗病毒的情况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中共政府又 可能比较爱面子的共产党 就又不愿意去进口 不管是AZ也好 不管是这个Vizor疫苗也好 他不愿意向西方妥协 因此才会有这种局面 就是既不能解封 然后封着的情况下 又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去解封 在疫苗 可能没有那么有效的情况下解封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有一点像当初MCO1.0的时候 假如母邮丁当时候马上解封 让你马上恢复经济 会死很多人 所以这个是我的考量 就是死了很多人 那你整个经济也会下 也达不到你付出经济的目的 这是我本身的这个想法 你怎么看呢 了解 我可能就是会从一个现象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中国它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当成是抗疫的模范生 对不对 就是它迅速的清零 然后迅速的封城 然后避免了很多人的死亡 当时候中国政府就非常的自豪 但其实这个东西有一点点路径依赖 你要想想看其实清零的目的是什么 清零的目的其实 它本身是一个手段 它一定是服务一个更高的东西 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过去这两年 可能是把清零或是说封城 这个行为当成了一个目标 而不是一个手段 什么意思 其实封城是为了要 buy some time 买一些时间 那买来的时间你要干嘛呢 其实就是打疫苗 所以其实不只是中国 它的疫苗本身 这个不够好的问题 甚至是其实他们很多人 因为他们很骄傲嘛 之前就是 我们都已经靠这个封城啊 清零啊 不要给人家进来啊 都可以很自由 他们前阵子开放得很好嘛 对不对 就是不用戴口罩 都可以去看演唱会等等 他们就反而不像我们这样 我们就很赶紧要打疫苗 我们的卫生部就赶紧要跟这个辉瑞 还是AZ去抢这个疫苗 给我们的国民打 但他们那时候的成功 反而造成他们继续往前走的绊脚石 所以不只是他的他可能他的疫苗真的是不够给力 第二件事情是他其实他的疫苗死打率不多 哦 是啊 其实不多的 他不多 所以我觉得讲难听一点 就是中国政府其实浪费了两年的时间 嗯 虚无光阴的感觉 而且你要想想看他 他过去的一个做法 当然现在到底是开放还是不开放 我不是所谓的专家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衡量那个估算 但是你看他过去的资源 都是投放在哪里 核酸 嗯 每天检测核酸 那没有用的嘛 对不对 嗯 就是 这个病毒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始终要与他共存 那你感染了之后 其实 多少人感染 反而不是重点 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 我们就知道这个结论 而是你感染了之后 你会不会得很严重的副作用 乃至于你会这个死亡 嗯 才是重点嘛 但我觉得就是很可惜 呃 这个中国人就是过去两年 他没有转过来 当然没有转过来有很多原因啦 第一个就是爱面子了 嗯 第二个就是他可能 我觉得他们太过自豪自己的手段了 以至于他们 因为他们过 你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 就是他过去一直讲说 这个外国啊 西方啊 你看马来西亚死好多人啊 我们真的要开放吗 真的要与病毒共存吗 与病毒共存就是一种躺平的手法 我们这种积极清零才是对的 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就使得他 更加难下台 嗯 他要怎么样去跟他人民交代 说我过去都是错了 现在还是对的 啊 就是这一切的原因就造成 中国现在的局面了 嗯 没错 其实呃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是共产党的痛病 你看啊 前苏联也是特别爱面子 就是在国力已经是很难支撑的情况下 还要跟美国去搞这个太空竞赛 嗯 对不对 他结果也是到最后被这个太空竞赛 偷垮了整个经济 嗯 那同样你放回共产党也是 中共也是 他也是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执政的合法性啊 其实就是经济高速增长 嗯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认同 但是现在为什么他要开放 因为再不开放 经济就要往下走了 嗯 那就会影响他执政的那个权利 可能会激起名辩 这是共产党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嘛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商业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来说 就是你不难发现哦 整个清零的政策也好 或者是疫苗的政策也好 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府 你选错了 或者是说如果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来说 你选错了 你很有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回去啊 其实我们做生意也是这样 就你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里面 如果你的判断 对于大方向的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 你越努力啊 你可能死得越快 嗯 其实一个是共产党本身就是 你刚刚讲的一个东西是爱面子嘛 对不对 就是那个太空竞赛 但其实你可以从一个制度的角度来去理解 这可能跟商业也是可以对标啦 但很抱歉哦 我不是这个创业家 才是我就用一些我自己的观点来发表看法 就是当初为什么共产体制他会瓦解 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他的这个权力是由上而下的 嗯嗯 所以哦 他有时候会造成说他最高领导人 其实他不知道民间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所以他会觉得说哎 我这个东西做成了 那我只要一直延续这就好了 他不了解说底下人其实是怎样的 嗯 所以为什么当初这个呃 以西方为代表 以美国为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可以起来 是因为很像他们那种呃 买卖货物啊 他不是用一个官方定义的价格吗 哦 他是用市场自由的博弈嘛 嗯 那市场自由博弈的时候 政府就可以很准确的知道说 哎 比如说这个鸡蛋啊 最近我们很好 要定多少钱才是 或是说我们就不用定他 甚至就是让他自由的浮动 那那供需就会调节 但是如果说是共产体制的经济呢 他就会定说这是多少钱 但是这是多少钱之后 可能那个价格太低 没有人愿意生产 就造成很严重的鸡蛋化 嗯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呃 过去我们看到中国 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体制 就是 当他赌对的时候 他举全国之力去攻一件事情 他就会很快 嗯 因为他由上而下嘛 一个一个order往从上往下传 没有人之后可以违抗 但是当他错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问题 嗯 所以反而如果你的这个 所谓的方向是由底层 再往上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那虽然你会慢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纷乱 可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差不多的道路 你去实践的话 那大概率就不会有太多的毛病 嗯 其实呃 从这个商业角度去看 哦 我我觉得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视角 就共产党政府啊 不一定是中共啊 就所有的共产党政府 基本上有点像一个很强势的一个 CEO还有董事长 CEO兼董事长 对不对 那他如果这个方向是 像你所说的 把握的对 像这个 呃 就上一个世纪 就是中国坚持这个改革开放 嗯 就是拥抱着一个这个资本主义啦 对不对 这一个方向的确是当时大环境底下 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嘛 所以他们倾全国之力往下去推的时候 它的效率会比民主社会来的更加快 更加见效 因为没有什么阻力 但是当方向错的时候就有点像 怎么说呢 当方向错的时候就是 下面已经知道全部错了 但是那个领导可能还觉得是对的 对不对 对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比如说CEO这么讲 对 旁边的人也不好意思去听 对对对 就会出现很多这样子 当然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说这种宦官 嗯 就是不停的这个 或者是奸称 奸称啊 就是只是给这个皇帝他想听的话 而不是他应该听话 国王的信仪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嗯 对所以就是挺有趣的 就是没有想到从这个 这个中国的抗议也能用上线事长聊这个课题 对对对 好 那听完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希望你有手收获了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这支影片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